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个成语叫言外之意 意思是指话里还有别的意思 但未在言语里明确表示出来 语言文化博大精深 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 你不认真听,还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轻信了别人的话 那么你往往会受伤害 甚至被别人左右你的思想 中了别人的阴谋诡计 聪明的人对别人的话会认真琢磨 并且从话里看透人品 通过言语来识人 也能让自己找到真诚的朋友 远离虚情假意的人 喜欢说以下几种话的人 多半是不靠谱的人 最好别交往 一,挑拨离间的话 有的人喜欢说无中生有的话 他说这些话目的就是伤害别人 或者伤害别人的感情 他很想看到别人窝里返 比方说一对夫妻在散步 一个好事者在旁边对女人说 你啊,要看紧你老公 他上个周末到景区看风景 和谁一起去的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不是你 很显然 好事者的话就是希望这对夫妻吵起来 让他们互相猜忌 要是别人轻信了他的话 就真的闹笑话了 经常挑拨离间的人 都是一些阴险狡诈的小人 人前笑脸 背后偷偷摸摸捅刀子 一般外表看不出来 内心却十分恶毒 对于这种人来说 我相信他晚上睡觉都不会心安 有一天公司的汪俊和张军吵架 起因是一张表格做错了 两个人互相推卸责任 同事李茂看到他们吵架 就故意煽风点火 他说这件事 你们两个人都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王娇才要承担主要责任 你们知道吗 表格是王娇做的 但是他故意弄错了两个栏目 这下好了 本来是两个同事吵架 马上变成了三个同事吵架 有的人喜欢掐住别人的痛苦 要是别人的表情很难受 他就非常开心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靠谱的人会劝别人和睦相处 不会挑拨别人的关系 不靠谱的人喜欢造谣声势 常常制造麻烦 著名佛学人士索达吉刊部曾说过 如果你以李箭语搞破他人的关系 以狡诈手段让他人反目成仇 今生一切不顺利不说 来世还要堕入地狱 永无解脱的机会 所以不要随意听信禅言者的谎话 而舍离亲密的朋友 自己也不要成为一个喜欢挑拨离间的人 日久见人心 留到最后的才是最好的 时间是个好东西 能揭开人的真面目 不要被一时的花言巧语而蒙蔽了头脑 你永远也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 是否藏着一把刀子 先挑拨离间 再坐享其成 而后来个回头草 最后再造谣声势 趁你防不胜防查你一刀 二 吱吱呜呜的话 曾广贤文里写道 逢人只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和任何人交往 不要把话全部说透 要对别人保持警觉 注意静观其变 有些话不说为好 有些话点到为止 说一半 留一半 是智慧 但是人与人交流 需要坦诚相待 如果对任何人都是支支吾吾 都没有一句完整的话 那么与人交往 还有什么价值呢 靠谱的人在你面前说话 往往会讲一针见血的话 说得很透彻 分析问题很到位 也许话不好听 但不会伤害到你 并不是对任何人说话 都要有所保留 遇到真心的朋友 就应该说真心的话 真诚地帮助人 那些故意支支吾吾的人 把一些关键的话 藏着掖着 让人听了 也是一头雾水 这样的人不靠谱 他随时都准备开溜 不愿意和你真心交往 三 不负责任的话 记得有一次 我和同事老李 去参加聚会 在聚会的时候 一个叫王老板的人 喝酒很厉害 说话也很大气 他自称是一家媒体公司的老板 资产几百万 在聚会的时候 有好几个人对王老板说 我也喜欢做媒体 去你的公司打工行不行啊 王老板是有求必应 拍着胸口说 大家都是朋友 安排工作是应该的 放一百个心 聚会之后 王老板的人影都不见了 有知情人告诉我 王老板就是一家媒体公司的普通员工 最近因为工作不力 被辞退了 看来 随便承诺别人的人 往往是靠不住的人 要是靠谱的人 一定不会随便承诺别人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才决定要不要帮助别人 靠谱的话是一诺千金 而不是随口一说 如果别人轻轻松松就答应帮忙 你反而要多长一个心眼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你要担心他翻脸不认人 四 见风转舵的话 有一个财主在家里请朋友吃饭 吃饭的时候财主放了一个屁 气氛顿时就尴尬了 有人说这个屁好香 说话的人本想打个圆场 顺便吹捧财主一下 哪知道财主顿时就变脸了 我听老中医说 如果放屁都是香的 说明这个人得病了 病得不轻 财主话音刚落 有人说这个屁开始臭了 又有人说 是啊 好臭 比狗屁还臭 不就是一个屁吗 怎么一会儿香一会儿臭 其实是大家对财主 说了阿谀奉承的话 在说话的时候 还随时可以转弯 有的人见到有钱有势的人 就点头哈腰 说非常虚伪的话 一个劲地夸奖别人 但是见到落魄的人 马上就是另一种态度 说贬低别人的话 这样的人典型的两面派 靠不住 五 怒气冲冲的话 一个人连自己的脾气都控制不了 那么他就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 冲动是魔鬼 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一开口就会得罪人 就会伤害人 甚至引发更多的矛盾 不靠谱的人把心情体现在脸上 根本就不懂得静心思考 他在说话的时候不会动脑筋 总是脱口而出 万一说错了 也不会向别人道歉 还理直气壮 谁都有脾气 但是不能把脾气丢给别人 而是要反思自己 当你听到怒气冲冲的话的时候 就安静地走开 别当一回事 六 抱怨父母的话 百善孝为先 一个不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多半是人品很差的人 不管他的事业做得多大 赚了多少钱 他都是靠不住的 想一想 和父母都可以翻脸的人 和谁就不能翻脸呢 父母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需要一辈子感激 如果一个人不感激父母 还常常抱怨父母 说明他不是重情重义的人 随时都可以否定别人的帮助 甚至做倒打一耙的事情 很多人的话 其实是话里有话 你不能随便相信 要听出弦外之音 一个不靠谱的人 往往喜欢说以上几种话 你别信以为真 靠谱的人 他的话具有温暖 真诚 诚信 善良等特点 和不靠谱的人 有很大的区别 余生和靠谱的人 结交朋友 远离不靠谱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预方